喘不上气来总想深呼吸 如为医生特药专家刘志燕 监视第三医院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那么对于喘不上来气呢 实际上在我们医学上就叫做气短或喘息 那么经常呢我们市民朋友说呀喘不上气 这个是一定要到医院呢去进行规范的检查 那么喘不上气来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对于年轻的人来说 可能有一些呢是精神因素造成的 比如说我焦虑我紧张 或者我最近压力工作比较大 或者是我最近这个工作强度比较高 我休息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比较辛苦 那么造成了这个喘不上气 那么实际上在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以后呢 那么可以排除病 那么对于呢另大部分的患者呢 那么可能到医院医生会给你做常规的 比如说呼吸系统的检查 心血管系统的检查 因为呢这是最常引起喘不上气来的原因 那么对于年龄大的病人 比如说你有高血压 有冠心病 有风心病 有阔心病等等 那么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人 那么喘不上气来呢 那么有可能呢 你合并有心衰 可能会甚至呢 你可能出现了有心理失常 那么都可以引起 那么对于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 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 那喘不上气来 可能你有可能是 比如说肺炎呀 肺酸塞呀 慢足肺急性加重呀 比如说你有支气管哮喘呀等等 所以建议呢 如果你有喘不上气来呢 还是到医院呢 进行规范的诊治 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看你到底是因为 病理性的原因 就是精病导致的 还是我精神因素导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